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综艺市场始终占据天花板 足以证明这档综艺的实力 那么刚刚开播的第十二季奔跑吧 到底有哪些新鲜看点 值得大家关注呢 请听我慢慢说 第一 嘉宾各个都是惊喜 虽然很多观众还在怀念 邓超 王宝强在的时候的跑男 但是邓超他们毕竟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而现如今跑男的阵容 同样好看 同样耀眼 比如基本盘还是两位 一位是李晨 一位是郑凯 有他们两位在 这个跑男 还是当初的跑男 而新加入进来的嘉宾 其实也跑跟着跑了好多季了 有沙翼 有周深 还有白鹿 范澄澄 宋雨琪等等 当然这一季还有张真元的加入 也同样为这档综艺注入了新鲜血液 可以说这套班底 虽然每年都会变换几个阵容 但是味道还是那个味道 毕竟只要李晨和郑凯还在 跑男就还是当初的那个跑男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 沙翼 周深等人 确实已经撑起了跑男的元素 第二 烧脑商战 有新意 以前跑男的重头戏一直都是私名牌 但是这几年的跑男 却在游戏设计上了 而这一季刚刚开播的仙导片里面 跑男就开了一个大招 那就是搞起了商战元素 而且一出手 就把真正的老板杨天真给邀请了过来 当郑凯 范澄澄他们还没有弄清楚商战规则的时候 杨天真已经入戏了 又是对赌 又是护佑 真的把郑凯弄得云里雾里 这种综艺环节设计 真的挺棒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 笑点很强啊 有人瞬间明白了游戏规则 有人半天还没有摸到门 最后郑凯还坚信杨天真会兑现承诺 杨天真却来了一句 这一局游戏已经结束 承诺不算了 看到郑凯那被骗的眼神 我确实觉得太好笑了 有商战元素 有喜剧效果 第一期仙导片里面 导演组就把戏剧效果给拉满了 至于郑凯 范澄澄他们身上的综艺细胞呢 也是给节目锦上添花 比如当节目组让所有人做出选择 上不同的车子 得到的水果数量就不一样时 郑凯 范澄澄他们就能够来一出大惊喜 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自己的车上不会上人 可就是在万万想不到的时候 人就会主动上车 作为一档综艺 在这种综艺人的喜剧效果带动下 确实瞬间就能让观众入戏 第三 飞行嘉宾 更有看透了 以前跑男邀请嘉宾 都是谁红就邀请谁 但是这一季跑男邀请嘉宾 就有点意思了 找的都是和主题相关 和常驻嘉宾玩得来的飞行嘉宾 比如这一季第一期节目 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就很合适 一位是真老板 杨天真 她本身就是老板 来这种商战元素的综艺节目中 确实是如鱼得水 瞬间就能够显示出自己的能力 而另外一位呢 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女嘉宾 她就是刘涛 虽然她只是一位女演员 但是她演过女老板 女霸总安迪亚 而且谁都能看出来 飞行嘉宾这次都和常驻嘉宾很合拍 特别是刘涛和沙翼 真的不能再合适了 年纪相仿 互相都懂对方的梗 还敢开彼此的玩笑 这样玩 节目才有趣 这样玩 节目才会有笑点啊 特别是刘涛从沙翼头顶套呼拉圈那个环节 真的让全场笑疯了 这也就只有刘涛和沙翼才会有这种笑点 也只有他们才敢这么玩 所以说 一档综艺节目不仅仅只是常驻嘉宾很重要 其实飞行嘉宾也很重要 而接下来的飞行嘉宾 还将有孟子义 聂元等等 都是熟人 都是熟咖 这样一群人在一起玩 这档综艺不火确实有点难度 跑男时二新一期节目 游戏设计翻车 闭影漏洞让人尴尬 范城城白鹿被坑惨 有关综艺节目跑男的话题从来都不会缺席 而最新一期的跑男时二节目也再次引起了观众的热议 这一期节目中 一场游戏的设计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让人忍不住为节目组捏了一把冷汗 作为一档备受瞩目的综艺节目 跑男自首播以来就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 但是 如今观众对于这档节目的热情似乎有所减退 而最新一期的游戏设计更是让人直呼尴尬 游戏的设定本身并不复杂 称之为开箱游戏 在游戏中 一组经理人需要选择是否开启箱子 而其他组需要在箱子里放入物品 并向经理人申报数量 如果经理人选择开箱 那么他需要根据申报的数量来支付相应的费用 但是 这场游戏的设计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漏洞 这个漏洞让申报人可以轻松地获得胜利 而无论经理人选择开箱与否 申报人都能获利 这种明显的游戏漏洞让人不禁感叹 节目组在游戏设计上的失误 对于范澄澄和白鹿来说 他们作为这期节目的经理人 完全没有料到这场游戏的漏洞 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担任经理人 然而却陷入了节目组设计的陷阱之中 作为观众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公平公正的禁忌环境 而不是这样明显存在漏洞的游戏设计 节目组需要更加用心的设计游戏 避免出现这种让人尴尬的局面 对于跑男来说 游戏环节一直是节目的一大特色 而这次的游戏设计翻车事件 无疑给节目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希望在以后的节目中 节目组能够吸取教训 更加用心的设计游戏 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惊喜 接下来 请继续阅读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了解更多关于这一事件的反响和我的个人观点 这场跑男时二游戏设计翻车事件已经曝光 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和讨论 他们纷纷表达了对节目组游戏设计的不满和失望 认为这种明显的漏洞让节目失去了原本的乐趣和竞技性 一些网友表示 作为跑男的忠实粉丝 他们一直都很期待节目的游戏环节 但这次的游戏设计却让他们大跌眼镜 他们认为 一个好的游戏设计应该是公平公正的 而不是存在明显漏洞的设计 这样的游戏设计不仅影响了节目的观赏体验 也让人对节目组的专业性产生了质疑 另一些网友则表示 这次游戏设计的翻车让他们感到非常尴尬和无语 他们认为 跑男作为一档知名综艺节目 应该更加用心的设计游戏 避免出现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 他们希望节目组能够吸取教训 提升游戏设计的水平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惊喜 作为作者 我也对这次游戏设计翻车事件感到非常失望和无奈 作为一档备受瞩目的综艺节目 跑男本应该是精心策划和制作的 而这次游戏设计的失误却让节目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希望节目组能够引以为戒 加强对游戏设计的审查和监管 确保节目的质量和观赏性 对于这次游戏设计翻车事件 我认为节目组需要更加重视游戏设计的质量和专业性 避免出现类似的失误 同时 我也希望观众能够理解节目组的困难和努力 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希望在以后的节目中 跑难能够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惊喜 重拾往日的辉煌 看完这期跑难十二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游戏设计竟然翻车到这种地步 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想象一下 范澄澄和白露作为经理人 一脸严肃地在箱子前捏着汗 然后打开箱子一看 发现里面只有一个八宝茶 然后他们愣住了 因为他们的申报人说的就是这个八宝茶 这尴尬的一幕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而这次的游戏设计漏洞也太离谱了吧 申报人只要识破了这个套路 那经理人就会一直输下去 想想都觉得好笑 节目组这是闹哪样 不过话说回来 作为观众 我们也要理性看待这个问题 别见 娱乐节目的初衷是带给我们快乐和娱乐 而不是让我们感到尴尬和失望 希望节目组能够吸取教训 提升游戏设计的水平 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 最后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觉得这次跑难的游戏设计翻车 是因为节目组的失误 还是故意设计的 你们对这期节目的表现有何看法 快来留言和我分享你们的想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